刚刚从新闻中看到的这个阵仗 这两方的人马在立法院外僵持了三个多小时之后 在警方对峙下才离去 中华统一促进党总裁张安乐 与人节动员几百人上街反反服貌 下午一点多从监察院混乱整队前进正江街口 持续扩音喇叭激动谩骂 试图制造双方对立冲突 也有群众尝试冲破警方人墙 中华爱国同心会更一度要开车直接撞进去 但反服貌团体诉求依旧坚定 或许他们有想要模糊学运交点诉求的 这样子的一个目的嘛 不过我们现在所有的学生跟所有的公民 坐在这边我们的诉求非常的清楚 也不会因为这些人可能来表达他们自己 不一样的看法而有任何的动摇 号称劳工团体但扫一扫现场面孔 抗疫分子组成不明 一出现警方就忙搜证 还出动霹雳小组待命 中正一分局也在立员周遭 七个路口设置十三个蓝查点 部署三圈为安警力 尽力维持秩序 但仍然无法避免领形冲突 现在竟然还有另外一批可能被疑似 有所谓黑色味背景的人 那来曾经抗疫 那更荒谬的是说曾经抗疫的对象 还不是握有权力的政府 曾经抗疫的对象竟然是一般的人民 这真的是令人提效皆非 反服貌阵营认为他们搞错抗疫对象 反反服貌则持续在场外叫嚣 原本执意要堵住学生出入口 但随着人数越来越少 宣布在下午5点解散 新唐人台电视高建伦张之轩 在台湾台北才能到